以前,很多 привет! 漫長,包括探訪 HELLO,各位來賓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中間人壽第九屆黃金時代展覽企高峰會第三節 現在全球人口老齡化趨勢明顯 對醫療系提出新的挑戰 传统的医疗模式 日险不足 逼切需要采用更全面 更以人为本的方法 满足甘霖群族的多元化需要 有见及此 我们今节的环节的主题 将会是甘霖健康 医康养老新典法 将会为大家介绍新加坡 和本地新兴的医疗 科福和养老服务的模式 专家也会分享 新型的预防性保健措施 科技辅助的医疗解决方案等等 目的是提升甘霖人士的健康水平 和生活质量 我们也会探讨业界的 暂身医康养老模式 了解甘霖人士的健康管理的未来趋势 这个演讲环节将会以广东话进行 同时也会有即时的全译服务 请大家留意 我们有请主理嘉宾 卫生署署长林文健医生 今时代展览旗高峰会 今天下午的主题 大家看到就是 甘霖健康 医康养老身典范 所谓甘霖 其实大家知道 就不只是涵盖长者的 就是有一批中年 比如可以说 甚至青年 你可以说 有45、50岁以上的人群的组别 都涵盖在内 那随着我们香港社会的生活和医疗水平的提高 我们港人的平均寿命都是一直延长着的 在世界可以说是名列前茅 譬如2023年来讲 我们男性的预期寿命 出生的时候的平均预期寿命 已经是分别达到 男士就82.5岁 女士就87.9岁 那差不多是全球是数一数二的了 而根据政府统计署最新的人口推算 我们未来香港人口 会预期持续高龄化的 就是会越来越多人 进入黄金年龄之后 也都进一步往上移 那现在我们如果讲 讲说长者的人口 即是65岁或以上 2021年是145万 但是去到2046年的时候 其实就会占了274万 那换言之会上升到 整体香港人口的36% 差不多三个香港人当中 就是一位是长者来的 那人口的高龄化 同时也都会导致 慢性疾病的患病量上升 这个我们在黄金时代 或者是整个年龄层的变化都看到的 趋势 当中我们最新的统计数字 看到香港总共超过210万人 其实是患有长期的疾病的 而当中超过一半以上 就是65岁或以上的 那大家可以想象呢 就是在那个黄金年段 一直这么上升呢 其实那个疾病的那个毛快 都是一直往上伸延着 而当中呢 癌症是香港的头号杀手 随着这些人口的老化呢 我们预期这些慢病和癌症等等 都会进一步上升 那对我们的医疗体系 社会福利和其他相关的服务呢 都构成一定的社会的压力 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呢 香港做了很多功夫 那当然不止香港 我们国家呢 其实也都面对着同样的问题的 在十四五健康老龄化规划之中呢 中国呢 其实就已经明确提出了 要坚持健康至上 以老年人健康为中心的方向 他们的规划呢 就涵盖了健康教育 预防保健 疾病诊治 康复护理 长期照顾 安宁护养等等这些项目的 而其实呢 紧随着国家的步伐呢 其实香港也都是 在囚住这一方面呢 有很多的谋划的 那譬如呢 我们有不同的健康的政策 在这里呢 我就选四个健康的政策呢 是针对黄金年代 就是步入老龄化呢 政府做的工作 向大家回报一下 那首先呢 第一项就是呢 为了扭转过往 重治疗轻预防的医疗体制和观念呢 如果大家有留意呢 我们今年 刚刚过去的七月十五号呢 已经成立了 在医务卫生局之下呢 一个基层医疗署 这个基层医疗署呢 就是负责推行 基层医疗健康蓝图的 智力就是透过以地区呢 是组建一个基层医疗的健康体系 所以我们已经落实了呢 在全港的十八区呢 设立了一个地区的康建中心 我们希望透过每个地区的康建中心呢 就为市民制定不同的健康计划 可以呢 落实建议和实践到呢 很多的措施的 例如 帮长者呢 提供不同类型的疫苗接种啦 癌症的悉悉啦 或者是慢病的风险的悉悉悉悉 和呢 针对所有登记的用家呢 是建立一个个人的健康生活计划的 那么每一个地区康建中心呢 其实它会形成一个网络 在一个地区里 会结合了不同的医护人员 和医生等等呢 去做好 刚才我上述所说的工作 在长者健康服务方面呢 我们卫生署其实一直都是透过 18区的长者健康中心 为已登记了长者呢 定期呢 做健康检查 也都是透过教育和健康推广呢 提高照顾者 和呢 安劳院舍员工的意识和技能 照顾不同健康状况 长者的需要 例如怎么样防跌啊 和照顾患有认知障碍的长者等等 这些我们都是在做着 那未来呢 随着这个基层医疗署的建立 和地区看见中心的建立呢 我们现在正筹筏着呢 如何将每区的长者健康中心呢 就和地区的看见中心呢 的功能呢 就进一步合并呢 以更好地服务到市民的 另外呢 也都要讲讲最新的进展 就是长者医疗券计划了 那长者医疗券计划呢 是非常成功的 在2009年推出以来呢 其实已经容许到香港的长者呢 在所属的社区呢 一直去直接选自己 符合她的健康需要的 私营的医疗服务 另外呢 因为现在整个大湾区的扩展 很多长者也都搬到去大湾区内 不同的城市居住 所以我们现在 也都今年内开展了 长者医疗券的 大湾区试点计划 在今年2月呢 我们已经公布了呢 围绕着香港 诸三角洲呢 其中七个地方呢 有七间的高质量医疗 机构的名单 那这七间医疗机构呢 就可以呢 香港居民 在大湾区居住的 他就可以去到这七间医疗机构呢 就使用我们的长者医疗券 寻求基层医疗的服务的 那第一间呢 中山大学附属医院的第一医院呢 已经在率先呢 6月呢 开展了这个计划的了 试点计划的了 而中山市里面有一间 陈星海中西医结合医院呢 也都刚刚在7月18号呢 展开了呢 容许香港居民呢 可以去到这间医院呢 使用长者医疗券的 另外还有五间医疗机构呢 就是今年年底之前呢 全部呢 就会开展这个 长者医疗券的试点计划的了 第三方面 在预防传染病了 未病先防 管理好个人的健康呢 对长者呢 一样是很紧要的 我们卫生署一直透过不同的疫苗支助计划呢 就帮长者接种疫苗 那包括了流感疫苗啦 新冠疫苗啦 还有呢 很有效地预防到最常见的血清型的侵扎性肺炎链球菌的疫苗等等 那确保呢 老人家长者就可以得到最佳的预防 接下来也有很多的社会的查询了 比如说 除了除了上述的疫苗 大家通常说的蛇针啊 或者其他类别的疫苗 是不是政府都可以免费为长者提供呢 这些我们正是透过科学委员会 是做一个研判 看看最新的科学证据 是不是呢 在大型人群接种之下呢 是可以帮到长者的 而第四个政策方面呢 就是在晚期照顾方面呢 我们最近也都罕宪公布了修订法例了 就新安排呢 在院舍居住的末期病人呢 他可以选择呢 在他居住的地方离世 那所有的配套工作呢 我们现在正是密罗紧固地做着 希望呢 长者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呢 都可以得到尊重和关系 关顾的 我刚才所讲呢 就主要集中在医疗政策 但相信大家都知道 黄金时代的开启 过渡到去晚年呢 其实是远不止于此的 除了医疗方面 还有很多社交生活啊 甚至是教育方面啊 各方面呢 对这个群组呢 是息息相关的 我们是要看的 由于时间所限 当然我不能一一尽述 但是其实 当中包括的 就是当 在进入到老龄期 那个终身的教育 或者学习是怎样呢 譬如怎样掌握最新的科技的发展的技能 令到呢 黄金年代 及长者 亦都可以去生活到更舒适 享受到新的科技的好处呢 例如亦都怎样可以建设到长者友善的社区 令到呢 可以 以及长者啊 或者 暴入已经去休的人士 他们在计划 他们未来的生活 做到更好呢 等等 实际的课题呢 是很阔的 那相信呢 我现在等着 冯医生 和各位长者呢 在那个 我 未来的那个 环节呢 就会深入探讨 很多这一方面的一个 可以做到的措施 和策略了 那我们希望呢 跟各界一起呢 可以攜手呢 是继续呢 在黄金时代呢 为 大家呢 是做好服务 为长者 亦都提供到更多的帮助支持 那在这里我都引用呢 我们国家主席 习近平 强调了 老年呢 是人的生命的重要阶段 是仍然可以有所作为 有进步 有快乐的重要人生阶段 在这里我就祝贺呢 高峰会圆满成功 也都寄望呢 未来呢 包括了乐龄科技呢 不停地推陈出身 可以协助我们的金灵人士呢 打造到黄金的晚年 让大家可以享受到 健康而封城的人生下半场的 多谢大家 多谢林处长 请留步 有请林处长留步 现在我们将会进行影响时间 有请林处长去到中央的位置 我们邀请以下的嘉宾一同上台 有个合照的时间 我们首先邀请我们的演讲嘉宾 新宝集团社区医院副总裁 教育与社区合作部 李庆福副教授有请 老人科专科医生 叶伟文医生有请 有请 香港中文大学公共卫生及基层医疗学院院长 及医学院副院长教育 黄仰山教授有请 我们邀请主持人 香港中文大学医院 执行董事及行政总裁 冯康医生 太平新史 当然不少得我们 黄金时代基金会创办人及主席 容赛美碧女士有请 有请主席 也都多谢各位嘉宾 邀请各位一起看着我们举手示意的视频师 拍张照片 准备 愈祝我们的幻 said成功 希望各位获这两个 好,谢谢 有请我们主题嘉宾可以先到台下周座 非常感谢林处长 也感谢我们主席可以到台下周座 有请我们演讲嘉宾及主持人 可以到我们的座位当中就座 因为将会进行我们第三节的 《金灵健康医康养老伸点饭》的主题分享 有请 我们将座位稍稍调整 就将我们的时间交给冯医生做主持 掌声有请冯医生 好,欢迎大家出席今次这个论坛 我们今次论坛就 刚才林处长已经一言灌顶 总结了我们面对着一个所谓老龄化 其实就是金灵化所面对的 不是挑战 而是走前路应该怎么行法呢 我们今天很高兴 我们有两个 刚才林处长讲基层医疗 基层医疗都重要的 我们有两位分别是新加坡和香港的家庭医学方面的领军人物 一位就是新加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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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都是分联网的 他们其中一个大的联网 他就是副总裁李庆福教授 他除了负责看家庭医学之外 他也看了一个持续的 一个社区医院里面的持续照顾 另外我们也有黄阳山教授 中文大学公共卫生及家庭医学的 院长黄阳山教授 他自己也是家庭医学和社区医学的专科医生 最后我们除了讲家庭医学的基层 对于今年年龄老龄化的挑战之外 我们也有老人科医生 缺少不了的 就是叶卫文医生 叶卫文医生以前是玛格列的顾问医生 老人科顾问医生 退休之后就在一个私人屋院里面 开创了一个新的一些服务模式 就是他想怎样能够在我们的社会里面 都能够用一个创新的模式 不是完全靠政府的 就可以能够资助或者帮助到 长者在社区里面去生活 所以我们今天很高兴就有三位嘉宾 今天的语言就是商语的 有讲者是会用广东话发言的 李教授应该用英文发言的 如果大家有问题的时候 就可以有一个即时传译 即时传译都有的 工作人员可以给大家一个即时传译机 因为时间的关系上一节我们超过了 所以我们今次都要找点时间 所以我们首先就邀请李教授 先讲讲新加坡的一些现状 和他们的前瞻是怎样 好吗 大家好 我是李庆福医生 我的广东话听得就讲不得 博语听得懂讲得也不太好 所以就用英文 如果你问他用博语或是广东话 我是听得懂的 OK 所以我就 所以我会开始我的 presentation by telling you about Singapore how we are trying to solve essentially the same problems that you have and you will find that what we do is very similar because the problem is similar the solution is about the same but as I talk to my colleagues here I realise there are some differences and the richness is in the differences because I'm taking back so many lessons that I hear from the people on the ground in Hong Kong so I hope some of the lessons will be useful for you so as Dr. Lam have explained when I was hearing Dr. Lam's talk I say is he talking about Singapore because it's about the same so in terms of life expectancy Hong Kong is number one Singapore is number five so but it's between 85 years to 83 years and the old age support ratio is something we worry about as well so in this graph in this table you can see that in the 1990s when I was a young doctor for every person above 65 and should be retired there are more than 10 people who are working and young between the ages of 20 to 64 now it's about 1 to 3.7 that means whoever is working now has to work about 2 to 3 times as hard as before to support the country and the economy so it's a very daunting challenge and that comes as a whole package of problem so you cannot say not enough workers we train more workers people are living longer that's good not enough babies we have more babies it doesn't solve the problem because it is a very complicated and interlinked problem so a piecemeal solution one at a time will not solve it in fact sometimes it may complicate the problem so in Singapore we are proposing a systems-based approach that means we look at the problem as a system problem and everyone comes with a solution that is interconnected to one another to address the overall problem so the interconnection of this problem is like this so firstly there is a shrinking workforce throughout all sectors and especially the healthcare sector so our Minister of Health just told us every time he goes for international meetings and he meets fellow ministers of health they always say the same thing we don't have enough nurses and doctors and sometimes out of desperation we employ doctors from other countries nurses and doctors from other countries which sort of aggravates the problem so this is a common problem that all countries face and more so for those with a shrinking workforce demand for healthcare understandably is high because as people grow older they have more chronic diseases greater need for long-term care especially many of them now stay alone and they outlive their children and relatives sometimes and end-of-life care is very expensive because now people tend to pass on in the hospital and the healthcare system and that translates to extra costs and then of course more people are retiring less people are working and contributing to the pension so it's a dwindling resource and then of course social isolation and the immense stress on the informal caregivers many of them have to give up their jobs to take care of their loved ones who are sick so it's a very complicated problem so our government comes up with a policy sometime in 2018 and before that earlier but in 2018 the policy becomes very clear they say the current system cannot go on if we continue to go on we are heading for disaster so the ministry came up with this policy it's very catchy it's called the three beyonds so in the three beyonds it says the first thing is that we have to go beyond the hospital to the community more solutions in the hospital will not solve the problem the solution lies in bringing care into the community which I think you guys have also come to the same conclusion the next thing is that they believe that technology is improving all the time new drugs new procedures we can prolong life but instead of just pure quality we have to think in terms of value and value as one famous Harvard professor tell us value is the quality divided by the cost if you don't care about the cost and just the quality then you're not getting value so we say we need to move beyond quality to value and the last and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they say that healthcare is not about caring for people in the healthcare system healthcare is about improving the overall health whether they are in the hospital system or whether they are in the community so that is defined as health or now we call a broader theme called well-being and earlier I hear your housing secretary use the same term well-being is more important than health and it's more inclusive so this is the policy that we've been going on and all of the whole country all the healthcare system we are told to say think in terms of these three main principles in everything that you do for your policies as well as for your patients so this has been the guiding principle so just last year 2023 a new minister came in and the good thing about Singapore there's a lot of continuity in our policies so this new minister said the three beyonds is correct let's double down on this and he came up with this new policy that emphasizes more on implementation and he called this the healthier SG five elements so firstly family doctors this has been relatively neglected and they say we must now shift the focus from hospital to community and for the healthcare doctors part we must shift from specialists to family doctors and then the next thing is that health plans every patient must have a health plan so he challenged us to say that if I approach an average Singaporean and ask him sir madam do you know what is your plan for improving your health the person must be able to answer so who is responsible for doing this the healthcare system people and they say that health plan is not about just clinical prescription not just the medicine that you take or the surgery you got to do but you also have to think in terms of what we call now social prescribing or social prescription you must know your clinical prescription and your social prescription which is your lifestyle and the condition that you are living in and how well connected are you to the community so that's why we talk a lot about this term called social prescribing and to do social prescribing the healthcare system cannot work alone they need to connect to community partners people who provide services and organisations that advocate community care like Golden Age Foundation and our equivalent in Singapore and then everyone has to be enrolled that means every patient must be enrolled to a family doctor and then we must provide the technology the manpower and the financing system to make this all happen so Healthier SG is about implementing the three beyonds that we talked about and then we also know that the housing the built environment the transportation system are all very important if you want to make this a very holistic policy so we also have something similar to what you have in Hong Kong we call it Age Well Singapore in which we say there are four main pillars first pillar is care not just social care but financial care and support as well contribution we don't want to think of elderly as people who have now in a state of decline but we say they are still in the face of growth and they can continue to contribute to the economy and they should work as long as they feel that they want to work and they are able to work connection means that they need to be connected to the other parts of society and the community through social prescribing and then last but not least we need to have comfort physical comfort there should be universal design in the way we put our buildings our transport as well as all the services that we have for the elderly people so I am short of time so I rush with so now Singapore is divided into three regional health systems I am from the East Swiss system that is called SingHealth so there are 11 hospitals inside for me I am serving in two of the 11 hospitals and so these are the roles that we have now what is our model of care so as a whole SingHealth every time we have group meetings the HQ meetings our internal conferences our department meetings we all talk about this model of care so SingHealth is responsible for flowing care seamlessly and safely into the community so patients who fall ill and come to a hospital system we must make sure that they return to the community safely our responsibility does not end with discharge from a hospital we must make sure that they land safely and they can be held in the community by a very good primary care system which include the primary care network of private GPs and our government polyclinics as well as now we have Healthier SG teams teams sent out into the community by our hospital that comprises nurses, doctors and our primary care network as well as our community partners and of course all the community partners are resources we look at them as assets to connect our patients to and these are the Healthier SG teams that we deploy into the community they are part of our regional health system but they work in the community and then in our hospitals we always say that we need to coordinate as well so as working in the hospital we say that what's the problem with your hospital when the patient leaves our hospital they no longer have access to the doctors while they are in the hospital the doctor will do all around they will see them every day once they leave the hospital there's no more doctor no more access so we say where is the doctor the doctor is the family doctor in the primary care clinic so our responsibility is that when they leave we link them to the primary care clinics and secondly they have no self-care in the hospital they are cared for by nurses by attendants and even volunteers but once they are home they are alone they have to take care of themselves so we say we need to be able to support self-care by the patients and the caregivers and last but not least we need to connect them back to the community resources often they are broken the moment they are entered into the hospital system we need to reconnect them and we use the term social prescribing and the people we employ to do social prescribing very interestingly is called well-being coordinators because they keep reminding themselves it is not just about health it is about well-being now if we can do these three areas well our patients will flow nicely into the community they will stay well they will be anchored by all the community partners that will rally around them to support them so in conclusion I will say that we tend to approach we tend to take a systems approach and just spare me another two minutes to talk about this systems approach I think a lot of it we learn from Peter Senge who talked about the fifth discipline to do well you need to do five disciplines it is not just about mastery so you can be the best social worker you can be the best family doctor but you cannot do what you set out to do to improve so to do that you must have a mental model besides your personal competencies you must have a right mental model to see health not just as health but as a whole biopsychosocial model of well-being and once you have that mental model you must share the doctors the nurses the social workers and sometimes even the community workers all share the same mental model and this is called a shared vision after that we need to learn together we have the vision but how do we implement and to implement we must do things differently to do things differently we must learn things that are new and different from what we have learned and there is the time we can do systems thinking so in a nutshell this is what we have been trying to do very much it's still work in progress and I hope it's useful for you to learn just as it's useful for us to learn about what you're doing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very much and thank you very much 就是剛才所說的很多的政策都是COVID之後 大家在一個反思過程推出來 對我們都有一些參考的作業 特別是system的看法,flow,這個很重要的 還有在支撐著system和flow中間的元素 我們稍後再討論這件事 接著我們就請我們回到香港 我們請王教授,王養生教授 從他的角度又看看 現在我們尤其是他從一個基層醫療的角度 到底基層醫療和這個 其實我問王教授開始的時候 到底在這個社區裏面 應該是一些geriatrician去照顧老人科醫生 照顧老人家或是家庭醫生呢? 我問他這個問題,聽他怎麼說 好,多謝馮教授 其實我今天都聽到處長 還有剛剛那位李教授 其實很多東西都好像有些共同的 一些themes出來 所以我今天都講一講 我們之前在中文大學裏面做了一些研究 還有一些社區上面關於長者的照顧的一些模特兒 其實看回這個graph 其實這個就是一個英國的人口的 是一個GP,即基層醫療裡面 你會看到一個人如果那個年紀越大 因為他的慢性疾病的發病率是越高的 而這個慢性疾病的發病率 其實你不會只有一個病 所以其實如果你是 假設你是60歲至80幾歲 可能很多人都已經多過一個疾病 所以因為這個原因 我們那個model of care 如果只是用一個desease focus 即是說如果只是用一個病 一個專科 一個neurology 例如一個老人科 會比較好 但是如果你其他科 譬如心臟病科 你很難會照顧到整個人口 其實我們在香港都做過這個類似的graph 這個graph其實跟英國都差不多 即是我們香港人的老化 是越來越厲害 而大部分的人在過了60歲以上 可能超過一半的人 可能都會有一些多過一個的慢性疾病 但是其實在這些慢性疾病裡面 其實很多時候人家很少 到了事物上的年紀 很少說只有一個病 如果你有高血量 可能你會有膽固醇問題 可能有其他問題 可能你的情緒上面有問題 然後你的social 即是你的社交問題 可能又會有一些孤獨感 一些loneliness 所以其實很多時候 如果你想起一個primary care model 其實你很難是用一個很specialist的approach 反而一個generalist的approach 或者一個人如果可以照顧到一個長者 各方面的 例如有一個physical disease 一個psychological disease 和一個social aspect 可能比較cost effective 所以其實我也是在想的一件事 就是 其實我們剛才有馮教授講 究竟老人科好還是家人醫學 其實我覺得那個specialty 可能都是次要 最重要就是照顧到那個人 是用一個cost effective的approach 即是你怎樣去令到一個社會 那個policy是令到sustainable 即是你令到它可以持續性 還有一個你照顧出來的service 是有一個cost effective的效果 這個才可能是重要的 至於哪個specialty 我反而覺得是哪個specialty做得好 那就用哪個specialty 如果哪個specialty 是比較cost effective的 那就應該用哪個cost effective的model 其實亦都說回我們接觸的service 其實這個就是一個很久之前 Professor Gabriel Lern 2005年 即十幾年前 做過一個用一個人口 即是統計的 Thematic household survey做的 你會發覺到 如果過去的30天裡面 有誰有不舒服的症狀 或者有injury 一千年裡面 有一半人都有這些症狀 但是有多少人 最後是會入了院 我們在一個territory hospital 其實只有一個而已 所以其實如果我們在教學方面 或者是在我們處理 一個剛才可能 剛剛新加坡的model 一個well being 一個全體 一個holistic care來講 其實一定是在社區的 因為其實有五百多人 都是在社區看的 所以你有不同的症狀 有不同的舒服 你大部份都會在社區 而且大部份你接觸的 都是一個基層醫療 所以如果你想用一個model 是可以照顧到全人口 而大部份的東西 都是在那裡 所以一個很好的基層醫療的model 就很需要了 其實究竟長者有甚麼問題 其實剛才我講過 第一個就是multi-mobility 即是說那些人 可能不是一個desease的 可能有些protocol是講到糖尿 有些是講到高血壓的 可能你都不可能 一個很全面地照顧到長者 各方面的健康 另外可能多一點 就是一些比較mild 即是可以預防到的問題 但是又未到很嚴重 這些都會在社區會多一點 第三當然 就是如果一個長者 如果多了這些問題的時候 他就會有failty 即是說他可能都會有 一些衰弱的問題 另外就有些social problem 所以其實如果你看回 在這個學術研究上面 其實有些甚麼是令到一個 就是一個年紀大了的人 old adult 他有multi-mobility 最effective的甚麼呢 其實就是focus 多一些他的高危因素 就是prevention 以及他的functional的aspect 即是說他怎樣可以 令到他的功能上 是有好處的 如果你看到一個人 是功能上有好處 你就一定要用一個holistic的model 即是你不可以有一個 只是說一個疾病的一個model 那我們在大約五六年前 都有蔡馬會的資助 我們做了一個 是一個在基層醫療裡面的研究 做了甚麼呢 就是看回一個model 如果是一個家庭醫生 但是就是一個nurse 去幫助的一個model 究竟可不可以處理到一個 很長者的一個複雜的問題 我們這個integrated primary care service 就是在山田其中一個地方去做 其實是做甚麼呢 其實就是家庭醫生 可能做一個很簡單的檢查 然後就有一個nurse 一個護士 去做一個assessment 而那個assessment 是回到兩方面的 一個就是physical 即是他的disease方面 而另外一個就是 用mental和social 去做assessment 例如他如果有抑鬱 有anxiety 或者他有content impairment 甚至乎有social needs 例如他可能有些loneliness 可能需要一些人照顧 我們都會有個referral 這個nees assessment 這個intervention 做了個nees assessment 處理了physical 或mental health 的condition 同一個長者裏面 我們就會做個nees assessment 用一個月的時間 做一些intervention 去做個referral 而每兩個月 就跟他做一個follow up 是一個nurse的跟進 有一個social worker 就發覺到 其實如果用這些model 一個integrated model 是可以increase 了他的自主性 還有他可以減低他的抑鬱 anxiety 甚至乎一些 activity level 都可以increase 而他比起 Base sign level 他的quality of life 都有進步 另外一個很常見的問題 我們就見到一個mild content impairment 就是這個叫做輕度認知障礙 其實輕度認知障礙的 那個吊詭之處是甚麼呢 就是不是所有人 輕度認知障礙都會 deterrate 就是不是所有人 都會變成Dementia 而有多少人會呢 可能是10-15% 一年裡面 是會變差了 其他人怎樣處理呢 可能你就需要 去一個 用一個holicic的角度去處理 現在有很多的 雖然很多的藥物 但大部分的藥物 都是比Dementia更多 在輕度認知障礙的 可能就不是太多藥物 可以處理到 而你又需要做些甚麼呢 就是做多些社區上面 可以做到的 例如好像physical activity 做運動 還有一些collective stimulation 一些collective training 還有一些飲食方面 還有一些social stimulation 都有幫助的 我們也都在政府分組 一個叫Health Medical Research Fund 我們就做一個randomized control trial 一個其實還未release 我們剛剛完成了 就分為了三組 我們三組究竟是做些甚麼呢 我們就有一個psychiatrist 一個老年科的精神科醫生 就做了一個protocol 就是教他們collective training 另外就做了exercise 做了太極 就幫他們可以 令到他們有一個 好像老婆的訓練 而有一個就是 護士去厲害的 一個risk factor modification 就看一看 他們究竟 他們的膽固醇 他們的運動量 的social interaction 夠不夠呢 而他們也都有個家庭醫生 每個六個月 去跟進他們 我們分了三組 一組就做這些 intervention 另一組呢 就是做了一個nurse led 就是做了一個護士 去看一看那個risk factor 跟著呢 去做一些advice 給他們轉去那個lifestyle 而第三組呢 我們就這樣做個health advice 即是說 你需要一些關注 你可能做多些運動 這樣就完了 我們發覺到 做了nurse led modification 和加上一個exercise 加一個collective training 兩組呢 都比呢 就這樣做一個health advice 是好的 即是說呢 如果你有一個護士 每三個月呢 可以跟病人說一說 你可以改變他的lifestyle 其實都有improvement 而那個improvement呢 其實他是可以 比就這樣 health advice 可以減低他 有mild cognitive deterioration的機會 是高一些的 我們發覺到三組之後 如果是甚麼都沒有的話 6.6%的人 其實就要變了有dementia 而做了護士 和有這個risk factor modification 的跟隨組 其實就減了一半 所以其實可能這個model 都是其中一個 比較cost effective 因為可能nurse led 去做一些很簡單的lifestyle modification 就可以令到他減低 他有dementia的機會 那這個呢 都是一個graph 就發覺到兩組 其實都有一個幫助 那當然我們的sample size 可能不是太大 如果再大一點 我們就可以甚至乎 看一看究竟collective training 加一個mind body exercise 加nurse led versus一個nurse led 的modification 哪一個是好一點的 那這個model 我們叫做primary care based multifactory intervention 那另外呢 我們也都在想著 究竟這個model究竟是failty 有沒有幫助呢 即是一些身體脆弱一些的老人家 那我們都 見到一些literature 其實發覺到 原來有一些家庭醫生 給簡單的advice 例如一些叫人 叫一些老人家 去做一些physical activities 加一些support 甚至一些diet 叫他們吃多些protein 都可以減低 他那個有這個failty的機會 而可以呢 提升他那個mustle strength 和他的physical performance 那這個最後 這個graph 就show到 其實一些general practitioners 就是這個就是英國的 就encouragement 去那些人做運動 做行路 甚至乎 吃多些protein 一個home basic exercise 都可以significantly 減低一個人 有一個的衰弱性 即是failty的機會 而那個用家 其實都覺得很滿意的 就是這些 而他們也都會覺得 這些呢 亦都可以 在他的健康上面 是有一個大的影響的 那所以呢 我最後的秒就是 我們總結了 就是其實multimobility 其實是很多時候 都是我們以前 是一個more disease focus 例如好像糖尿 中風 心臟病 其實我們對於這個長者 或者年紀大的時候呢 我們可能用一個 的functional aspect 是更加是重要 還有可能是一個 cost effective的 的approach 所以其實我覺得 family doctor 做restriction 可能都是用一個generalist 的approach 即是我們是照顧一個 全人的全面的健康 那那個呢 才是一個 比較一個cost effective 和應該會做的一個方法 所以我們其實都需要 一個integrative approach 是需要一個 physical psychological 和一個social的 健康 才可以令到一個長者 可以 生活健康 和可以age well in the community 多謝大家 多謝王教授 所以 未必一定是家庭醫生 未必是老人科醫生 要全面這樣看 即是專科醫生 那些東西 他對於某一種病 看得很深入 但其實他沒有一個全面性 反而照顧未必一定是最好的 第二點王教授也說到 不是一定要看醫生 整個團隊這樣去處理 跟進健康的問題 可能會更加好 聽我們就可以再討論這點 最後呢 我們就請葉醫生 葉醫生 自己本身來說 就是老人科醫生 真是老人科醫生 但他就由醫院 醫院即是專科醫生 即是專科 就走到社區了 現在變成一個社區的老人科醫生 我去看過他的診所 去探過他的診所 他不只是看病 即是他又有日間中心 他又綜合在一起 有一個新的模式 我們看看 就是你分享一下 你這麼多年 即是你離開了威爾斯之後的經驗 即是到底是 這種社區模式 到底是可以不可以的呢 你分享一下 好 多謝馮醫生 林處長你好 為甚麼會認識馮醫生呢 因為我去年開始 跟馬學章醫生 就上了個叫做 醫療行政人員 學院 現在正在上課 所以認識馮醫生 所以他來講書的時候 我們參觀了 剛才跟黃教授都相認了 原來先父都是我的病人 李教授我們去AIG 這個新加坡參觀的時候 都去新加坡參觀過 那我講一下我自己這個 願景 因為香港呢 其實我就是在這裡出生 然後就在醫管局服務了 二十幾三十年了 那我們那班 馬家列的老人科同事 都很想就是持續地 好像今天大會的主持 就是一個目標 想一個持續性 怎樣叫持續性呢 等一下會講一下 譬如說 我們這個社會的醫療系統 可能會去到很虛弱的了 但是呢 我們不可以做病夫 一定要自強不適 令到那個社會可以持續下去 但是怎樣成功這個故事呢 我們就是 發覺我在馬家列醫院的時候 是一個城堡來的 很Iconic 很高山上面的一個醫院 但是呢 我們除了做這個 一個Hospital Accreditation 我們 發覺呢 應該要有一個Value Base的 就是說 Cost Effective 要有效的 所以呢 我們就轉了去Hospital Base 變成Community Base 就是說 進入社區 我們就要靠一些 口徑相傳 以及建立一些社區的醫療服務 是沒有牆壁的 沒有輪候區 也都沒有輪候的一個隊伍的 在一個社群裡面 社群呢 社群呢 就是Membership Integration 以及Sense of Community Share Emotional Connection 最後呢 我們會 譬如在我服務的美股社區 見到街坊的時候 葉醫生我很欣賞你 MISS 這個社群服務中心呢 我們今年4月也是開幕的 因為我除了自己的綜合診所之外 馮醫生參觀過的之外 也都是開展了一個NGO 就叫做社群協會 那我們發覺呢 在這個人口老化的海嘯 有很多需要呢 我們是一起要攜手合作的 包括我們的家庭醫生 我們的NGO 最重要呢 就是政府的支持 有危有機 那那個project呢 就是一零年去到二四年 十四年了 那我在美股新村那裡是開展的 那我的機構呢 就包括了有NGO 社群協會 有我們的服務中心 包括了一個社區的藥房 還有有上門的社群家人 將來希望呢 亦都可以 家居養老呢 是可以上門做到醫療 和一些我們叫做家居中老的服務 那另外我們有綜合專科中心 包括就有我們的醫生 眼科、牙科、化驗所 一間的護老中心 和一間的康復中心 那希望我們的mission 我們願景就是說 可以解決醫療方面 是一個深層次的問題 解決了體病難 買病、買藥貴 那我們的社區藥房呢 也是比較上便宜的 可以收一個醫管局的SFI的單 那也都減少了因病自貧 還有呢 失去了老人家自主的能力 那我們要保持著我們香港醫療的金七招牌 那所以呢 我希望 我經歷一下我的工作呢 可以為香港帶來新的局面 那我們有四個原因我要做的 第一呢 醫療方面比較貴 第二呢 就是可能醫療得沒有那麼有效力的 功效方面的服務 第三呢 就是很難去排隊 或者是見到醫生 第四呢 就是比較上呢 是碎片化 就是說呢 很多服務呢 都是在不同的區域那裡進行 那麼 譬如好像我們的 樓房 還有我們的藥物呢 其實都是很貴的 那麼 在這個財經事務局裡面的 預測呢 其實香港的人口洗費 和醫療洗費 是要對稱的 那麼 預測其實 在2014年的時候呢 去到41年是相當是十倍的 不過 我們發現到呢 原來是去到20倍 下一張來 一會兒會下一張照片見到 那麼 這個是那個叫做 Program Logic Model 都是從某學章醫生那裡學回來的 什麼叫Program Logic Model呢 就是說 我們為什麼會在那個 醫療洗費那裡那麼貴呢 主要都是Care那方面 加上就是69%的 在治療局 譬如說我們在樓院裡面 或者去到一個療養的地方 住三個月 住半年 那個洗費其實花了公帑很多錢 那麼我們醫生呢 其實呢 我做前線的時候 Acute Care Inpatient Extended Care Outpatient Care 全部都是我的蹤影來的 我一天裡面 可能要去四個地方做事 甚至乎Sea Gas 我去上門幫活路院 所以醫生呢 也都是很忙碌 所以那個Man Power方面 為什麼會不夠呢 就主要都是我們分配得不好 那麼 直至現在 二四年呢 勞局長說呢 會去到二十倍的了 不是十倍的了 所以呢 去到一千億以上 那我自己的Program Model 就是把Care 變成Family Care 和Self Care 是的 就可以減少醫院和政府的開支 而醫生呢 主要就擺在門診 我們的家庭醫生 和在一個generalist方面的approach 就減少急症方面的負擔 那麼我們希望再做回No.1 那麼當然我們有一個使命的 就是UHC Universal Health Coverage 但是這個Health呢 剛才說了 未必是Health Care 或者是Medical Care 而是Health 就要注重健康 那麼我們才帶來財富 好了 那麼說回四項不好的東西 第一就是醫不好 很多時候 很多老人家腳痛 找到醫生看的 不過呢 就不能醫了 所以就找我們去醫一下 所以很多re-admission 不斷入院 不斷去看不同的專科 Doctor Shopping的問題 第二 Inaccessible 這裡是我做過的青山醫院 差不多是這張照片 八十年前拍的了 那麼高的地方 其實很難去 我做瑪嘉莉也很難的 那麼那時候由深水埗 走上瑪嘉莉 走半個小時 那麼有病人都 氣都喘了 那麼所以呢 我們希望建設一個美夫 Street Level 那麼又是一個 Day Rehab Center 那麼每個Session 168元而已 那麼就可以呢 做運動啦 大家一起做手工啦 又不需要 坐電視 電視其實那時候 很難預約的 對了 就是由美夫 可能上去瑪嘉莉醫院的 日間醫院 要三個小時 喂不是喔 我坐的士15分鐘喔 因為他有六個病人 每個病人上落 要半個小時 所以加上三個小時 但是我美夫新村的平台呢 他就可以呢 就工人推輪醫過來 就15分鐘就搞定了 那麼另外 Fragmanic Care 配藥 就要CT做Visio 在不同的地方 可能中大醫院 都已經是 Integrated 的了 但是以前呢 有些醫院呢 就可能要 我做Houseman 那時候幫手推床 推到 又要很長的地方 那麼另外排隊場 那麼 希望呢 就是one-stop solution 那麼這個Integrated solution 就我自己搞定的 那麼將我們的Profitant Fund 就會是 建設好美夫那方面的地方 那麼希望呢 就做prevention先 令到呢 有better outcome 不止是output 只是要 還要有outcome的 就是說 我們要健康一點 那麼第二呢 就是interdisciplinary 我們無論是醫生啦 牙醫啦 物理治療師啦 大家都坐在同一個office裡面 第三呢 有community的pharmacy 都很重要了 第四呢 就是aging in place 就是居家養老的問題 那麼 那麼 我公司呢 就有四個支柱的 那麼 但是最重要就是patient care 以病人為本 令到呢 他最好的服務呢 去到最低的成本 那麼我自己本身呢 就發覺 在evident base方面呢 一定要繼續持續 你有效的 有用的 才用在病人身上 因為他每一個 錢呢 都是很難儲回來的 那麼我們用了 不對的地方呢 我們就 不好 但是好像孫悟空那樣 如果你用金光固固固住他 他病人不能選擇 只是說 哦這件事不對的 這樣呢 我們就變了 是沒有得醫 所以我們呢 通常醫生 要帶來希望 令到呢 我們的 香港居民 市民呢 是受到最好的服務 那麼我們有些什麼 最新的發展呢 譬如說 骨質疏鬆 我們用到這個骨心 的scanning 令到呢 可以發現更加多 早期的骨質疏鬆 不是去到晚期 只是照骨質疏鬆 那方面呢 可以早些 另外呢 我們有全民免費疫苗計劃 那麼當然 衛生署呢 是希望是高危人士 才是資助到 但是我們想 那個資助額呢 就是給了 沒有資助的人士呢 令到他們去年呢 都是同樣免費 在我們協會那裡 打到疫苗的 那麼我們的 idea呢 其實呢 都要work by schedule 每個phase去 最後呢 希望是政府 批一塊地給我們 建一個primary care center的 那麼這個就是 我們醫療中心的一些照片 那麼我們社康協會呢 有兒童的館兒樂團 歌唱比賽 有去鄉郊的醫療服務 那麼這個呢 就是我們新開 在商場裏面的社群服務中心 有牙科 洗牙 那麼在美副新村呢 他們希望多些親和力 不是醫生高高在上的 一定要放下自己 令到呢 社康協會 和社區聯繫在一起 扎根社區 那麼這些就是我們的 outcome measurements 的 包括了呢 就是 看到很多症 prevent了一萬幾個 admissions 為什麼呢 喂 畢 醫生你怎麼知道 prevent了啊 因為他後來告訴我 看完醫生沒有進醫院 那麼所以呢 我們有一個XL表 那麼另外做了一萬個 DEXA 還有一些exercise 令到 prevent了一些跌倒的情況 那麼 那麼 這些都是我們 在美副新村的 一些服務的 成績 希望大家 多多支持 好 多謝 畢 醫生 看來我也要搬去美副新村住 才行 哈哈哈哈 那麼 我最初認識畢 醫生 都是 他那個model 他是可以在社區做的 其實他完全沒有政府之助 是嗎 就是你那個 診所 照交租 所以變成 就在 沒有政府之助之下 在這個社區裡面 能夠做到 一個新的模式 這樣 這個我覺得是很有參考價值的 就是 香港有很多這些 這樣的社區 那麼如果我們每個社區 都有好像 有類似的組織 那時候就很多了 那麼 那麼我們呢 當然跟著呢 就有一個簡單的 發問的環節 那麼我們都有 看著那個時間 但是都要有個機會 就要講講 有些問題 那麼 在座呢 看看我們都會 給機會大家問問題的 那麼 大家想一下一些問題先 但是未想之前 我先問了他們先 好嗎 那我先問一下李醫生 李醫生 你剛才說的那些 是 基層醫療啊 那些 那些元素 很緊要 但是我知道新加坡的那些 私家醫生 和我們香港的私家醫生 都是一樣的 就是 他們是不聽政府的話的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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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可能好些的 就是香港呢 就是有些私家醫生 政府說什麼 他就 政府叫他走左 他轉右 也有 就是香港人比較反叛 但是新加坡 都是一個問題的 因為 他不受政府管 那變了呢 他們自己有一個 就是各自 是一個 他們要謀生 那些 那麼政府怎麼處理這個問題呢 就是如果要發展基層醫療的時候 怎麼面對那些 私家醫生的問題呢 那麼我們跟香港都是一樣的 因為 跟一個 colonial master British 他們 退之後呢 就留了 兩種 primary care 一個是 政府開的 一個是私人的 私人的 大概是80% 聽說香港是75% 七十幾% 他們是自生自滅的 你賺得錢就好 你賺不到錢 你自己 顧自己 你倒閉都不關他們的事 所以他們 雖然他們是醫生 就很有醫德 不過生存方面 一定要達到生存這個 這個等級 才可以繼續再續下去 所以 商業模特兒 是非常強勁 他們的訓練 是非常好 他們想做好醫療 他們去醫療 他們去醫療 等等 他們應該會發生 他們要做好事 他們要做好事 所以 政府議員 他們認為這期間 很長時間 但他們會很難 要改變 他們做的 好事 他們做到 香港醫院 我們都已經 公關他們 進入 一位 公關 我們在醫院 進入 香港醫院 那個公關 公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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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will pay you a minimum sum and you are allowed to charge a bit more to meet your business cost so it seems to be very fair but i think again similar to hong kong i heard you have a similar system but the base fare to both sides they feel is too low not enough to sustain the business so there lies the problem and both sides the same thing is that the medication is where the doctors have part of income so the doctors will dispense the medicine and part of the cost of the medicine is their profit so we say can can you just dispense and the patient collect the medicine from the public dispensaries so this is another model so this is ongoing we are quite confident most of the doctors sign on but they are a bit hesitant they are looking to see whether the sums really work out or not so this is our approach we call them primary care networks and the primary care networks are run by the regional health system so for example now sing health we have a primary care network and we have learned from our mistake because last time it was very top down so now we elect a primary care network board or council and these are gps themselves who run the council so we hope that this new model will work i think there are still a lot of teething problems but i think over the years it will get better and better so i'm quite hopeful 那是否理管的? Sing Health Sing Health有很多部門 部門是做primary care 所以我們是一個 management committee 裡面有很多部門 我明白 這個也是一個很好的 我們反思的 參考的價值 在香港 到底我們可以怎樣 能夠促成推進到 和這個工人機構結合呢 Samuel 你說那個 其實我們 我讀醫學院的時候 教授說 一人只有一個病 你現在告訴我 就是一個人有很多病 中間有個過渡 由一個人沒有病 到一個病 到很多病 你說那個 比較全面的一個介入 那個時間的切入點 應該是怎樣的呢? 其實我覺得 現在有一個 trend 在這個 epidemiology 就是流氓病毒 那些人是越來越早有 癌症的 所以 三十幾歲 三十幾歲 可能也會有 有些 三十幾、四十幾歲 那為什麼呢? 其實是跟我們的社交環境 我們的生活風格有關 那所以 所以 genetic is unlikely 因為這麼短時間 所以其實 其實我覺得 那個介入點可以好做 因為就算他沒有的時候 你都可以預防 那所以我覺得 反而是一個 介入點是 你怎樣去 在不同的人裡面 用不同的 aspect 關於這個 有一個社交環境 那比如你說 adolescent 就算你說很年輕 那樣 現在那些人很多時候 有心理的問題 就是有疾病 都會比較早 那所以 還有obesity 亦都是多了 所以其實我覺得 這個approach 其實是適用於全個population 又不是說 有一個介入點 但如果你說真的開始screening 就是譬如開始檢查 可能我會覺得 中年是一個好的時間 就是開始 所以 現在 林醫生 剛才也說 我們開始要推動家庭醫生 一人一醫生 可能40歲以上 我會覺得 都更加需要 已經開始要準備 要穩定一個家庭醫生 這樣 去一個過渡 其實 是不是一定 其實年齡大了 然後多了 是不是可以 是不是 一定會 無可避免 我覺得不是 這個我覺得不是 其實我覺得 一個policy 其實主要你想做些什麼 就是想 compress mobility 就是壓縮 沒錯 你希望一個人 他大部分時間 可以健康 但他沒有疾病 或者小疾病 然後突然死去 對 最挑戰的就是 如何令到他壓縮到 他可能是越後才會出現 而這件事就是 需要一些防止 加一些… 和社會上也挺重要 就是有些你發覺到 原來一些社會上 窮的人 可能他們會多些 早些會出這些 multimorbidity 所以你怎樣去整體 一個社會上怎樣去處理 我覺得需要各方面的努力 是 其實社會的 其實大很多 我覺得社會 都是不可以發視的 所以處理這個問題很重要 剛才李教授都說了 在新加坡 怎樣去製造一個 你的健康環境 社區環境很重要 那麼 阿葉先生 你那個… 你那裡… 你整個… 美庫 美庫是全港第一個私營屋 來的 所以第一個 當然裡面那些 都是比較老一些的 那麼… 就… 你… 推這個… 就是… 你都有十幾年了 剛才你說的 你最大的挑戰在哪裡 最困難的地方在哪裡 最困難的問題 就是香港市民 很多時候 去到很病 才去尋求協助 他們很少是初期 覺得自己需要預防 或者是… 就是中國人說的 保養 那麼這件事 我們是很難扭轉 那個思維 那麼… 甚至乎呢 有些老人家來到 我不老的 我未老的 不用看老人科 就是… 會覺得有這樣的想法 那麼… 所以… 慢慢呢 他們認識了 原來… 美庫可以有一個地方 讓他們來玩啊 那些叫Molecule 或者是做運動 不是真的正式體醫生的 那麼… 他們又會做我們的會員 那麼… 那麼會員也都有其他的 譬如… 一日旅行團 去吃吃吃東西 那麼… 他們就會… 認識到朋友 那麼… 剛才教授說 社交方面呢 其實是需要加強回 我們香港人 就是互相那個… 就是好像現在我認識了 馮醫生的大家朋友 那麼… 可以呢… 很多問題大家互相交流 那麼… 這些呢就是小病 如果他不發出來 我們… 因為我說了給你聽 啊… 我不舒服啊 然後說可以這樣做 就好一點了 那麼不用看醫生都可以的 真的… 那麼… 剛才林醫生一開始都有講過這個問題 他都提出一個方向出來 就是在這個… 政府或者是資助的服務裏面呢 有醫療的服務 有社會的服務 怎樣將那些醫社能夠結合得到呢 那樣… 就是醫療… 醫院… 我們就是日間醫院啦 但是社區有些老人的日間中心啊 剛才說的社區康健中心啊 如果能夠結合得到那時候呢 帶來的效果就會比較好一些 是吧 好啦… 那麼… 剛才工作人員說 我們有些時間的限制 那麼就快結束了 不過呢都給大家一兩個機會 不是一兩個問題 如果有的話 有沒有 林醫生… 林醫生有說 好… 林醫生… 謝謝… 謝謝… 馮醫生… 還有那麼多位長者 曾知卓健 我們現在都經歷著呢 就是… 很多人說了 工業革命啊 第四次工業革命啊 是… 其實真的是智能化 那麼… 我想知道 包括在新加坡的經驗啦 包括在大學啊 包括在社區那裡呢 如果是我們應對 去金靈健康啦 即是個主題 或者… 應付長者的方面 在運用新的科技那方面呢 有沒有一些… 你們覺得是… 值得… 在做緊 覺得是可以分享的 或者值得… 那些方面呢 再深入將來 無論是政府投入多一點 可以幫到整個社區 即是… 長者健康的提升呢 李教授 剛才都簡單地提一提過的 不如你再說多一次 新加坡怎樣做這件事呢 So… in Singapore we have… we are collecting the data and it's all about collecting the data and making sense of the data so from the data we are now able to analyse where the needs are and in population health we realize that the 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 depends on where you stay so Sir Michael Mahmoud one of the earliest exponent of 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 say that if your poster code is different from another person I can predict your life expectancy to that extent so where you live determines how long you live how well you live and your likelihood of getting certain diseases thankfully in Singapore the contrast is not so high but the population tend to distribute differently so certain areas they have a lot of seniors who are living alone so certain areas a lot of young families just especially the newer housing estate so their health care needs are different so using data analytics we can actually predict the kind of resourcing that is needed that is very helpful in deploying our teams so for example when we deploy our healthiesg teams inside the I think in Hong Kong you have 18 districts we have 15 districts we call them precincts e each of these precincts we can analyse the kind of need they will have right now and what they will have in the future and how much resourcing we need to put in so it's very helpful for planning another thing we did for social prescribing which I will share tomorrow is that we find that you say i want to link a patient to a certain resource in the community but you find that where is this resource you can't find them so you look at the directory you go to internet you search is very painful and the information is usually not accurate or not updated so we have created a system where we use crowdsourcing very much like wikipedia the practitioners will record the resources many of them are not found on the internet because they are informal resources they use a mobile phone they take a picture of the place it can capture the location plot it onto a digital map overlaid over our national digital map and they can share it on the map so they can say i want to look for a tai chi lesson for my patient who lives in this particular block and when you open up the map they can actually find out all the spots that are available if you go to the spots they can tell you what time there is who is the responsible person for example on wednesday they don't have a session if it's raining they will adjourn to a void deck near one of the apartments all this information is real time so not exactl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ut we hope that we can buil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to that so that we can match the resident to the resource in the community so this is our dream 他常常提供我 只有我一分鐘 你給三十秒 好,30秒 其實我們有一個項目是跟Jockey Club 和製作專門做的 就是叫做E-Health 我們做了什麼呢? 就是有一個健康檢查 在80多個NGO裡面 有幾百個老人中心做了一些資料 有十個老人家很多時候做的問題 他們上網上看每個地區的需要在哪裡 然後分派一些資料 有些醫師去跟進那個問題 這個都是用這個資料方面 怎樣可以用這個 其實我們中大另一個教授 Dr.Kelvin Choi 他自己開始了一個 Deep Health Program 去檢視著 不只是長者 就算是我們這些人 我也是長者 血壓 那些血壓 發覺你在家裡檢視著血壓 跟他去診所看的血壓 真的不太相同 有十五秒給你,葉醫生 我做很實際的 就是打過電話 接著要有Patient Center Care 即是說要跟蹤著他那個情況 當然我們一說Innovation 就是Digital的東西 我們都有一些I'm OK的計劃 即是可能他今天每一早早按一按 他沒有問題的 我就放心了 否則就會找他家人去探探他 尤其是一些獨路的、獨居的長者是很需要的 所以資訊科技不用很複雜 簡單的東西都可能用到 最重要的是能夠怎樣把那些人能夠connect 剛才李教授講的connectivity 很重要的 這個都是social aspect 因為時間的關係 他們已經吹了幾次了 我們很感謝三位講者的分享 我相信你都同意他們都是很有經驗 而且是很濃縮地把精華 特別是面對這個精華所需要的精華 介紹給大家 也要多謝處長 除了一開始給我們一個方向之外 最後的問題都很重要的 在這裡就多謝大家的出席 多謝三位講者 Thank you 多謝馮醫生 以後這麼多位講者 請留步現在我們將會致送我們的紀念品 那麼我們有請我們頒發紀念像的主例嘉賓 衛生署處長林文健醫生 太平紳士 有請林處長 為我們的嘉賓 以及我們的主持人頒發紀念像 有請 首先紀念像會頒發給葉慧文醫生 多謝葉慧文醫生的分享 接著紀念像頒發給李教授 多謝李教授的分享 接著是我們的教授 Thank you 當然不少得我們的主持人 馮醫生 有請林處長 跟我們這麼多位 一起演張照片 有請攝影師 去到我們中間的位置 先我們手機 之後當然是我們的相機 非常感謝我們幾位嘉賓的分享 為我們今次的session 代表著醫療 亦都是康復養老的新的看法 充滿著啟發性 那再留步 我們多拍幾張照片 好 還有後方的攝影師 然後來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by bwd6